照着神所说的预定告诉你 这是神的预定论 你不要自己用人的看法去假设 自己预定的预定论 你当然觉得不懂去到哪里 那什么是基业 你查这点查不到这两个字 我们有产业 我们有遗产 怎么得到遗产呢 你老爸死了才有吗 但是我们的父神 祂是永活的神 世在今在以后永在 翻译中文圣经的很巧妙 创字 不像英文还是用Inheritance Inheritance遗产 继承的 我们不是继承 是为我们存留的基业 那什么是基业 我们只能够以经解经 在彼得前书 一章三节 愿宋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众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是属灵的 这是天上属灵的福气 不是属物质 今天我们所看所接触的都是物质 所以你家里有很多东西 都是会朽坏的 有男人会朽坏的 会玷污的 你没有骂一下他就脏了 是不会衰残的 有这样的东西吗 在地上而已 这样你怎么知道在天上为你存留的是怎么样 你得给我们一些线索 我们要用一点想象 天上的基业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 不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是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好的不得了 没有一样世上的东西可以相比的 这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 那你怎么知道呢 以我有限的知识 我不可能知道 但是感谢神 神透过圣灵 让我们知道 这又是灵灵的问题 所以十三节 保罗这样继续的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平据 只等到神之名产业 背书使他的荣耀得作称赞 那这圣灵是得基业的平据 这个翻例是对的 值也是对的 什么意思啊 值我们通常用在不好的方面 很少用在好的正面 如果我说人值你明白吗 你应该明白哦 百徒把你抓了 然后打电话给你爸爸 你儿子在我手中拿五百万来 你是忍值啊 你明白啊 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不好的 转成是好的 你将要得到 得到什么 我没有把握 但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平据 让我们很肯定 将来我们要得到的 是好的无比 我不能形容 我只能够用不能摔残 不能电路 不能凶坏来形容 但是我怎么知道呢 圣灵为印记 为平据 那保罗在这里哦 他同时要回应一件事情 他曾经在以弗所所做的一件事情 有人会误解 所以你看啊 十九章 十路行传十九章 第一节 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本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家说 没有啊 也未曾听见 有圣灵吃下来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喜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违感的喜 告诉百姓当心 纳在他以后要来的 救生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一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便 又说必然 一共便有十二个人 那这是历史 发生在约翰所 那今天呢 有人误解 误用这一段经历 你信耶稣很好 感谢神 你受洗了很好 感谢神 但是呢 你还没有受圣灵 所以我来跟你按手 你受圣灵 他已经济变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历史 保罗在以弗所书 纠正了 这一个误解 怎么说呢 他在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十三节十四节 他说什么 你听见了真理 信了基督 同时受了圣灵 我可以和你一起祷告 也可以为座圣灵啊 你来充满 来祷告 但是我不可以说 我为你按手 你就受圣灵 这样我比圣灵还大 你算老几啊 我只能够告诉你 当你听见真理 就是那叫你得救的福音 你回应了 你说我信 你同时圣灵进入我的心 你有圣灵 不要随便听人家说 你还没有圣灵 你信了 你就是有圣灵 保罗做了这一本修正 当然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但是 不是由我来操纵圣灵 是圣灵操纵我 你要转过来的 所以今天 你必须很肯定 你听了真理 信了基督 你同时受圣灵 而且这个圣灵呢 使你很肯定 你有凭据 我将来要得作所预定 早就预定要给我的基业 这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之一 这个是在天上 在地上呢 我们先领受儿子的名分 的赦免 的赦免的喜乐 还有呢 我们还有一个喜乐 将来我要得基业 那你说你毕业了吗 还没有 你要祷告 那祷告什么呢 感谢神 其实每一本 圣经的每一本书 都隐藏着祷告 我真的很希望教会 我们好好学习 圣经中的祷告 你应该祷告 照做创世纪中的祷告 来祷告 照做出埃及基中的祷告 来祷告 当然你要照做福音书中的祷告 来祷告 照做以福所书的祷告 来祷告 但是很可惜 今天我们所听的祷告 很多不是按着圣经来的 然后我们有样学样 如果你学的样像样 你就还像样一点 如果你学的样是不像样 那你就讲错就错 好不好我们认真一点 重新学习祷告 好像约翰福音第二章 有一个祷告的模范 玛利亚的祷告 他只是说他们没有救了 怎么解决 那不是我的事 是你的事 你是这样祷告吗 我们时常在祷告中 告诉神你要怎么做神 你好大胆 那保罗教我们怎么祷告 他在肯定了我们的信仰 你得作儿子的名分 罪的赦免 你有那盼望的 为你存留的基业 你还不是毕业 你在基督耶稣里 那你应该怎么祷告 他说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父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我们应该时常为众圣徒 感谢神 我每一次想到你们 我感谢神 我想到某某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感谢神 为了他们在基督里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他们 不论是有平衡的 不论是怎么样的 我们要时常为他们感谢神 然后呢 保罗教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是我们应该祷告的 巴不得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你赏给你们 我少知又少听见有人在讲台上带你祷告 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如果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 你怎么真知道呢 你只是马马虎虎啊 你必须真知道 那中文太妙了 你不只是知 你知什么 英文I know I know no what 那中文说知 知什么 知到 哇 这个到太宝贵了 道成肉身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这道太重要了 你必须知道 而且你必须真知道 不要像福建人那样 知道是什么 知一样 叻风撒一样 捕风抓雨 你就说我知道了 这个不好 你不要捕风抓雨 你必须很肯定的知道 所以当你详细的读圣经 你应该求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真的知道 包括今天晚上 你不只把以夫所述第一章 好一些的经文一些要元搞清楚 这也是贯穿在圣经当中 真理中很重要的一块 而且牵动很多 使你真知道 那你 什么是真知道的 保罗没有停在这里 他继续的祷告 他说并且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 他在众生途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感谢神 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 但是你这个看见很有限 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 看不见什么 当然你可以看见很多东西 但是太远的你看不到 太近的你也看不到 太大的你只看一小部分 太小的你也看不到 黑暗中你看不到 太亮你也看不到 你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 但是感谢神 你还有心中的眼睛 所以洋人说 I see I see in fact he doesn't see 你看人家打电话 还指手画脚 I see I see 他看见什么 他应该是说我明白了 我心里明白 这个才重要 所以不是你看见 你心中的眼睛 你必须被造灵 然后你看见什么 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你享受做儿子的权柄 你享受各赦免的喜乐 还有我有美好的盼望 那为我存留的基业 你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就不一样了 你应该是会活过来的 然后你在众圣途中得的职业 有何等的公圣荣耀 然后第十九节 并知道他 这指做圣灵 像我们这信的人所写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你看保罗求父神 求基督 求圣灵 你可以透过以书所书 学书所书 学书怎么祷告 怎么敬拜 你学习救恩 有太多的方向角度 那如果当你知道 真知道 并知道 神造作他在基督身上所应行的大能大力 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 我研究民间宗教 我发现很多中国人 所拜拜所信的 太过肤浅了 石头也可以拜 树头也可以拜 木头也可以拜 历史人物也可以拜 虚无的虚构的人物也可以拜 动物也可以变成神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远超过一切的一切 你的信仰必须闸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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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闸 是被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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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在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这个是太浩瀚 令人太过震撼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 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 在第一章的时候 这两节作为一个结束 好一些教会有一个传统 就是宣读使徒信经 而我觉得宣读使徒信经有它的意义 使徒信经怎么说呢 这不只是教会的传统 使徒信经是把信仰浓缩 让我们可以宣告宣读我们的信仰 也肯定我们的信仰 所以使徒信经说 我信神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那主耶稣基督怎么来 怎么样为我们受死 然后我信圣灵 那你说我信圣父圣子圣灵 那够了吗 还没有停止在这里 使徒信经最后说 借着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那我是圣公会的牧师 你不能气劫啊 圣而公之教会 这跟圣公会没有关系 这个是大公教会 什么叫大公呢 新加坡有一间罗马天主教的学校 Catholic High School 中文翻译成公教中学 这个翻译是对的 你懂孙中山的商民主义 大公精神吗 那如果你把大公套在教会 其实教会只有一个人 是Holy Catholic Church 圣而公之教会 但是今天什么是教会 有些人开教会好像开咖啡店那样 在这里有一点冲突 我另外开一间教会 是这样开教会的吗 我觉得有上去的必要 那我信教会 什么意思呢 我特别喜欢在藏里 宣读使徒信经 因为最后说 我信圣徒向后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我们必须时常宣告我们这些信仰 但是我信教会 什么意思 保罗告诉我们 什么是教会 教会 基督是教会 他是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要来充满的 但是今天教会充满了什么呢 充满人的看法 人的想法 人的做法 那不对了 我们必须回到以福所述 教会是这一群人 很肯定 我是有儿子的名分 我是罪得赦免 我有美好的判断 然后我是举目 仰望天 不是看地 我是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是在其中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地上打滚的 你还没有来到这个境界 看见主耶稣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他是教会 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所以我们必须提升 我们对圣经 我们对神 对基督 对圣灵的了解 所以当我们读了以福所述第一章 我只是很皮毛的跟你分享一些我所领受的 那巴不得呢 你们清除以来 和圣以来 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 我们进一步 我可以给你们几个 继续思想 在考论的题 你可以在小组或者你跟任何一个人 或者弟兄姐妹 分享你得救之后的感受 你怎么样享受得儿子的美分 享受罪得赦免的喜乐 享受你那活泼的盼望 将来我要得的 那不能朽坏 不能淹污 不能摔残 为我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而不是风马迷不相继 我相信神看顾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 但是你不要为了 哎呀神给我一个停车位 你就感谢神神很爱我 你把主耶稣的救恩降低到 一个停车位 你好大胆 还有 神预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什么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精子之腹 你不要弃绝 神预定一些人得救捲选一些人 预定一些人不得救 神预定啊 人人得救 不是预定啊 人得刑罚的 那你怎么肯定已经受了圣灵为因子 你可能还要参考 哥林多前书 还要看一下提多书 所以你不能够只是很狭窄的 一两句 那你没有把圣经融会灌通 那保罗为什么不住的感谢神 你要感谢神 但是感谢想来想去只有一两句 我们是否能够向保罗学习 使到你的感谢好像水长游 不住的 从心中涌出活水 他读了以福所书第一章 灵命是否有所长进 我希望你回去 再把以福所书 再读它多几十遍 我相信你一定长进 你在这样的基础上 你好好再去读 然后你继续读第二章 下一次呢 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 在基督里不是毕业典礼 而是开学 你打开新的一页 你进入救恩的大门 你在基督里 你就要开始享受儿子的名分 享受罪的圣灵 享受活泼的盼望 那要得的基业 然后你就能够进入第二章 来看保罗引导我们 怎么样再提升我们的灵命 使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 成为新人 然后我们再次被提升 所以巴不得 我们一直往上 一直享受 在基督里 那说不尽的恩典 我们同性祷告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中回响 让我们反复思想 主啊 愿受赞 不于你 不于我们主耶稣基督 而父神 主 当我们读了以福所书第一章 我们要提升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灵命 提升我们对主的认识 好叫我们的信仰杂杂实实 有更有机 主啊 我们感谢 求你开启我们的看见 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刺给我 好叫我们心中的眼睛照亮 照亮我们的生命 也照亮我们全面的道路 神让我们仰望你 我们恳求你 照做你所应许的 来成全 也祢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书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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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